书法如果纯粹变成一张 只能够供文人雅士来挂在墙上欣赏的东西 它也是没有强大的生命力的 中国的书法之所以几千年来 源源不断地努力地 不断地往前变化发展 就在于它始终是跟日常生活 跟实际应应密切相关的 帐篷现在要记账 我们到了春节要往自家门行写对联 学生要应该写作业 记者要应该写文章 在当时没有钢笔 没有电脑的情况下 离开了毛笔 小说家要应该写小说 就是用应和书写 它本身就是密切相关的 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书法才能够不断地贬择 因为它需要追求写作的速度 那我想这个讨书的产生 就是要写得快 你光写得快还要求别人认识 这就要就标准草书产生 是吧 就要有辨识度 要有阅定俗成的 大家共同遵守的规则等等 所以我不认为这个书法 应该脱离现实生活 尤其是不应该脱离 你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Zither Har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